这里是都兰的新东唐厂 四处邻里许多的咖啡馆与艺术作品 从游客到都兰必定造访的观光景点 过去这里曾经是国内采样第一的红桶制造厂 大量的工作机会成为都兰的经济迷迈 曾经飘上在空中的红糖味 转换成浓厚的人化气息 听说现在唐厂梦有一位阿弥陀的标客家 部落从事创作的工作 当然就是想阿弥陀组很多联营阶层的结构非常好 尤其马里古代的吉尔玛案的时候 大家都会回来然后那个阶层 比如说在一般的台湾的社会大众里面 在生活的那个情况里面 看不到这样的一个情形 然后要怎么样把这种东西呈现出来 然后把这样的一个情况可以 就让大家都知道说有这样的一个情形 看到很多朋友在做木雕 可以用木雕的方式来呈现 所以我之后的一些木雕创作 几乎都是以阿弥陀组 以苏兰部落这边为主 其他的作品可不可以来参观一下 还是你的作品都已经拿到世界各地了 让人家供大家来欣赏 还是外面那个 我想要以来哦 以来以来 工作室那边还有一些那个作品 还有作品哦 你可不可以带我去参观一下 可以啊可以啊 哇这个他是 我来看一下我来这里 刚刚我们是海洋的民族 这个是勇士 他去海边米达沐河 然后之后就补到鱼 就是要跟主人炫耀到 呀 我补到大鱼了 哈哈 差太多了 差太多 他这个是一个海神 因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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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管理的 对然后那个老人家就说 他那个热带鱼为什么会那么多颜色啊 嗯 那个颜色就是这个海神画出来的 哦 所以 他们老人家在讲的时候就想说 诶 这个海神应该会受到很多鱼的欢迎 嗯 很多鱼啊 就把它 围绕在他的身上 就让他的身上的颜色 他会画得更漂亮 身上也会画得更漂亮 身上也会画得更漂亮 老人家讲的时候 因为透过我们自己的一些思考 然后把它弄成作品 那小朋友来参观的时候 小朋友你知道吗 我们是海洋民族啊 老人家说什么什么什么 就可以做一个题材 哦 这个就有点像这个在巴黎岛或是印尼这里的这样的一个 哦 这个 门 这个算是 这个这样子哦 人面哦 很少人 嗯 这个是那个 阿美族的神话故事 嗯 这个叫法拉鲁弄 法拉鲁弄 法拉鲁弄是那个小水鬼 人家 讲说人家深的地方就会有法拉鲁弄 嗯 那小朋友如果到深的地方 他就会用他的头发 把那个小朋友的脚啊 抓下来 是 然后跟他玩 他是比较调皮的那种 嗯 水里面的鬼 最近的一些思考的问题 嗯 他是一个非常严肃的一个问题 嗯 年轻人回来 参加封年纪的意义到底在哪里 嗯 那因为 这个人 这个年轻人哦 是 要跳脱平面的一个 一个思考 嗯 你去看一下 我们这样子走 我们这样子走 对不对 嗯 然后你应该跳脱一个位置 然后去看看 你应该要怎么去修正 嗯 而不是说盲从的时候 凹大就是这种 有时候我看到年轻人回来 我就觉得 回来到底要干什么 嗯 你知不知道 他原本这样的东西 是一个非常非常 非常专业的事情 嗯 大家回来的时候 就是 我会看自己做了吗 希基说 艺术作品最重要的掃现出 作者的创作念 每一件作品 都在诉说不同的事 古老的传说 用当艺术的表现手法 切合时代潮流 又保留种文化的精神 于其老用 护历史的方式 流传部落文化 牟儿和 我们阿妹子这个 七年了 很多了 一年里在外面在搞这样的 妈妈的会 会有他们的力量 嗯 以后 以后爸爸 妈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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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比较困难 曾经在外地工作 又返回家乡的喜记 他的特殊身份 常常是都兰年轻人 以其老门沟通的桥梁 总的那个 海短要建的 大环境的大环境 都兰比是部落 另一个可以举办海记的重要场所 也是祈祷口中的祖先登陆地 这块充满文化历史的土地 在2003年 东莞处决定在这里新建观光饭店 没有充分沟通的情况下 都兰比BOT案引起主任的强烈反弹 都兰比的这个开发案 当年已经进行到了招商的阶段 那也是因为地方部落的朋友 提出这个传统领域的观念 所以他的整个执行作业就暂缓 那东莞处他们的政策 他们既定的方向就是要发展旅游业 他们就是要盖一个大饭店 我们部落当然觉得 觉得主权被侵犯了 在经过五年的这个过程当中 一直禁止开发 其实禁止开发我们的用意是 希望把这个传统领域厘 把这个产权讲清楚 讲清楚之后 土地产权就是传统领域 OK 就是你们的传统领域之后 我们自然会支持这个开发案的 当初因为反对而停止的BOT建案 多年过去 拥有好山好水的都人 人口外流越来越严重 游客数量也没有增多 有些族人开始思考 都兰比BOT建案 支持与反对很难定论 部落也开始有一些讨论的声音 这两年也是地方平游 一直希望我们东莞处 能够针对这个都兰比的开发案 重新启动 因为我最近在听那些地方师生 跟那个东莞处沟通的时候 有意要开发 大家意见都是说 希望我们的年轻人 能够回来部落工作 公平正义在哪里 BOT的这个方向 是不是符合多数的 泄民的需要 或者是原住民的这个 和陆氏族群的这个潜意 你要去思维这个部分 现在虽然传统离 还没有做最后的报告 基本上 我看现在民众也慢慢理解 我跟他们讲说 为了就业 为了让部落能够继续生存 应该开发 那现在政府也在等部落最后的决议 波落最吸引人的就是原相蜂蜂 与自然人为 当独人人在迎接观光客的同时 不禁恍复思考几个核心问题 文化传统 与观音建设的冲突 经济发展 以环境保护的人 外来人口 与族人外流的窘境 美丽的独然部落 未来人每一步决定 都在考虑着族人的直播 中文化传统 但是在山西都里面 与典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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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太阳的子民阿美族 曾经作物丰收 古调船上 艳祥祖林 如今 族人却在自己的土地上流浪 台东海岸阿美 百年来滨海居住 平均部落如今纷扰不断 四根地不保 观光发展冲击 一格格难题 难道真的无法可解 阿美族的土地故事 海岸阿美事件部 加入兰 宜湾 白手连 都立部落 7月7号晚上9点 7月10号晚上6点 就在原住民族电视台